增了三例境外移住的病例 分别是两名菲律宾籍的移工 还有一名本国籍的男性 他们都是从菲律宾住进的 不过这名本国籍的男性 上级之前他就有症状了 而且他在当地就医裁剪 没想到再回台的隔天 菲律宾当地的检验报告出炉是阳性 指挥中心认为 这个个案他是本国籍 所以不需要三日内的阴性报告 目前这名男子被列为是重症病患 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 军机持续的侵扰台湾的空运 今天上午解放军机再度的扰台 五国空军照例广播驱离 结果对方竟然回应说 例行性活动 解放军机再度的回复 这个语气明显的软化 不过对岸的官媒央视 发布了驱离外机的影片 结果引发了中国网友自家人痛骂 原来在这个片中除了共机之外 完全没有见到其他国家的军机 旁白却称被驱离的外国飞机 逼近中国领海 军机频频绕台 根据国政基金会的民调显示 七成的民众并不感到恐慌 还有将近六成的民众认为 战争不可能发生 另外是国民党立委 谢一凤认为 民众没有意识到危险 就不会有全民国防的准备 另外不到五成的民众认为 如果两岸开打 美国会出兵协助台湾 国民党立委陈以兴则是认为 这个是立场比较偏绿的民众 主观上的期待 党选举蓝营就是蒋万安了吗 党内还有谁想争取 现在蓝营出现了阴谋论 像是洪耀福他就表达了 202国民党就是蒋万安啊 原因就是要让蒋万安见光死 而让自家有意争取的人来提出意见 可是现在绿营也是不甘示弱的 除了郑国会的林佑昌动作频频之外 还包含了新潮流的吴思瑶 泛英系陈时中 绿色连线的杨信邦的何志伟 几乎都是磨刀祸祸 积极在布局2024的立委选举了 曾经担任国会助理 像是美国众议院助理的李友宜 积极拜访中正万华区的里长 文宣秀出了跟立委蒋万安的合影 结果引来北市议员钟小平的批评 伤害蒋万安很不好 心手不振什么的不能选 蒋万安回应说 鼓励年轻人投入公共事务 可是你也必须在地方耕耘 争取选民的认同 共同大选原先的三场辩论会 第二场是因为川普染疫之后 拒绝以线上的方式来举办 22号就是表定的第三场 这也就是最后一场辩论会了 现在两个人都正式宣布 将会如期参加 这一次看到民调的来源 拜登五成一 川普是四成一 而这一次除了主办单位 加入了萧英的规则 希望可以永效控制 两个人不断插嘴 这样的辩论局面 川普更是提议 应该加入了外交政策主题 想要正面 骄龙拜登家族 一连串的中国 还有乌克兰的争议 高知名的山海楼 新叶台菜都是榜上有名 其中双北地区 有21家台菜十足 台南市位居第二 八家获选陶竹苗 南投花东地区 没有餐厅入选 连爆出的丑闻 让对手川普更有机会 逆转局势 据者 最后报道 美国媒体的报道 是鸿海在 威州当地雇佣 许多的员工 只是为了符合 税收补贴的条件 而在被拒绝 鸿海补贴申请之后 许多的员工 因此被解雇 外交官日前殴打我方的 驻斐鸡代表处的人员 外交部今天召开记者会 表示向斐鸡的警方报案 也拼凭中方的四大罪状 包括硬闯进国庆酒会偷拍 诉诸暴力 还有撒谎不赖等等 我方报案了 没提到恐怕 就是碍于中国斐鸡之间 邦交的关系 台北没有邦交 中国现在已经撤报 锁定八九点 新闻面对面 请不吝点赞订阅